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,涌现了不少穿越剧以及仙侠剧,热度也是不错。但要说到2018年最火的古装剧,就不得不说诸如甄嬛传、如意传,包括《独孤天下》等大女主的戏,播出之时也是受到大量观众的追捧,剧情上在古装历史的基础上,加上了强大的演员阵容,以及诸如爱情、宫斗等经典元素, 让众多粉丝看得是欲罢不能。而在近期杀星或者定档的电视剧中,汤伟主演的大名黄飞、刘涛主演的大宋公辞,包括被延迟开播的浩兰传,也都是大女主戏,看来作为2018年最受欢迎的题材,也将继续在2019年延续了。 在此大环境下,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古装剧《西飞传》,也在近期爆出了主演阵容,看过《甄嬛传》的观众都知道,甄嬛霍峰的封号就是西飞,也是乾隆帝的目前,作为历经三朝的传奇女人,西飞的故事将在自备班上荧幕,进行全新的演绎。 电视剧《西飞传》,由心力电视和顶峰影业联合出品的古装爱情剧,改编自作者杰宇的同龄小说。 作为出品过如意传实力制作公司,再次出品同类型的作品。 不论是制作,还是剧本应该都非常的不错。 作为出品方的心力,向来都是非常力捧自己旗下的一人的,诸如肖战、李沁等获得的资源也是好到爆, 此次也是力捧旗下艺人何鸿山出演新剧《西飞传》的女主,08年出道的何鸿山,其实也已经是在娱乐圈打拼十年之久的实力艺人了。 出道多年,何鸿山的人气,一直都处于不温不火,直到出演了网络爱情剧《匆匆》那年中女主方回才被大家所熟知, 此后又陷入了一段沉淀期,而在心力出品的上一部作品《如意传》中,出演梅瓶白蕊姬一角,凭借着淡琵琶时的古风古韵, 以及在剧中性格张扬法虎的人物刻画到位,也是让其受到众多页内外人士的认可。 在历史上,甄嬛是如意的婆婆,而此次何鸿山出演西飞也就是甄嬛,可以从被如意打压得过的白蕊姬,翻身成为她的长辈了,可谓是人生大赢家了。 而从何鸿山的形象来看,此次饰演甄嬛与此前孙力版的可谓是完全不一样了,孙力版的甄嬛自带气场,气势以及角色形象也显得淋漓一些, 而对于长相甜美,气质清新脱俗的何鸿山版的来说,可谓是比前者现得更加青春和甜美,而且此次西飞传中的剧情跨度会更长, 人物形象也将由少女到老年的太后,转变也更大,这对于青春甜美的何鸿山来说,难度和挑战可谓不小。 不过,一向努力打磨自己记忆的她来说,加上此前曝光的凤衣的古装形象也是非常好看的, 多研究和揣摩人物,把握好角色的细节,呈现出来的效果,应该也不会差。 竟然是宫廷剧,男主自然就是四爷。 雍正帝了,此前有传闻说是陈伟廷饰演,但是最后定下来的演员人气方面,还是稍显不足的何润东饰演, 说起何润东的代表作,就不得不提2002年的《风云中的不经云》, 作为起初到时候的作品,帅气,肌肉满满的形象,也是特别深入人心了。 随后也主演了多部作品,但是不得不说,无关较为犀利,以及身材较宽的外在特质, 演起古装剧来说,总能让人出戏,这也制约了其细路的发展。 此次击败多位人气大热的男星,成为西非传男主,还是挺出人预料的。 好在何润东近些年的转型成果,也是显而易见的,在此前和孙丽陈晓主演的《那年花开月正元》中, 是延南二号无品一绝,虽然戏份不及陈晓,但是表现出的演技实力还是非常好的。 此后在《花谢花碑花满天》中表现也是不错,此次出演《四野雍正》,看惯了吴奇龙和霍县华版的, 此次我们也将迎来众多清朝聚集中,身材最为魁梧的雍正帝了, 也相信在何润东的精心演艺下,能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惊喜也说不定。 而和和红杉的搭档,两人的人气虽然稍显不足,两人言之气质上,还是挺符合霸道君王于娇小田美妃子的形象的, 也毕竟给我们上演一出不一样的西妃的故事。